薪资的涨幅跟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 行政院主计总处在17号公布了国人薪资数据 虽然每人每月经常性薪资年年递增 但如果说把消费者物价指出纳入计算的话 实质经常性薪资却是连续两年不成长 111年下降的幅度再扩大达到了0.15% 创下了近10年来最大的跌幅 那么这个薪水被通膨吃光 不少人在年后转职 想要找有业绩奖金的工作 或是斜杠兼拆增加收入来源 年后转职找工作准备重新投入职场 外行荡言的ALEC原本是外籍航空空服员 在海外待了四年多受到疫情影响 干脆回台湾生活找新工作 但是却被台湾近年的物价吓到了 其实蛮有感的 现在吃一个便当 跟我那个时候待在台湾的价钱 大概涨了二三十块 目前有考虑跑业务相关 每个月的薪水成长比较明显 薪水被通膨吃光真的很有感 行政院主记总处17号公布国人薪资数据 虽然每个月美人经常性薪资 也就是本薪津贴加涨金 年年递增 去年度的经常性薪资平均来到四万四千四百一十七元 年增率百分之二点八 但如果考量到消费者物价指数纳入计算 实质经常性薪资却是连续老年负成长 一百一十年四万一千四百二十元 年增率百分之负零点零四 一百一十一年下降幅度再扩大达到百分之负零点一五 创下近十年来最大减幅 民众的购买力其实是这个下滑的 就是主要是受通膨的这个影响 加上疫情的一个关系 以至于他们可能必须要发展这个第二专长 因为没有加班费 还有分红等等的部分降下来 所以自己赶快存钱的方式 就是透过斜杠 包含像是活动的主持人 或者是showgirl之类的 连科技业的工程师都要出来兼拆 补贴通膨带来的影响 多重斜杠似乎也慢慢常态化 近期在这位节目的报道